各位粉丝们,我是秀水吉的一个,这是一个江西老铁继修的微博Y83啊 然后什么故障,就是充电显示手机温度过地停止充电啊 它的屏幕还是掉下来啊 这个屏幕是谁换的啊 是没粘起来吗 然后背面的贴纸都还在啊 这种换屏就不专业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然后我们插上充电器看一下 手机充电电流 零点零一七啊 显示 充电标啊 它然后 待会的跳出 温度过低 以停止充电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给它拆机检测维修 经过我这个几天的维修啊 因为之前换了这个充电保护管啊 这小个啊 还是没用啊 没有用 然后结果根据眼泪图啊 这个这款手机没有眼泪图 根据其他型号的那个眼泪 因为它这个手机的温它提示温度过低一般就温度检测的问题啊 但是它这个手机没有温度检测 它这个是只有ID检测啊 但是温度检测它设计在这里板子上啊 肯定 然后结果换了这个电影啊 电影IC 现在我们装机测试啊 很多温度检测就是在电影IC啊 通往电影IC的 好 接下来我们 因为之前的手机是摔过的啊 摔过的 好 我们看 装机测试一下 好 我们在测试之前把这个屏蔽罩装上去啊 让主板漂亮一点啊 然后我们尽量恢复到原位啊 做到极致完美维修啊 然后这款手机的电影就在这位置 但是背面刚好是资库的位置啊 还有CPU的位置啊 这款手机换电影啊 非常风险非常大 很容易把资库吹高锡或者CPU吹高锡啊 然后一般维吾欧坏的手机啊 它那个黑胶非常硬啊 那个胶非常硬啊 这个我们就完美的啊 这个电影已经换下来了 准备开机测试啊 手机已经大体装了一下 我们插上电啊 充一下电 看一下现在还会不会提示温度过地啊 这个一直不好操作 一边录视频啊 一边 充不好操作啊 好 我们再翻过来看一下有没有充电的符号 充电的符号出来了啊 好 现在不会提示了啊 电流0.9 96A啊 我们再开机看一下 按下开机键啊 手机已经开机了啊 电流达到1.4A啊 说明手机充电正常啊 不再提示了 然后我们再开机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充电标啊 在提示温度过低 停机充电的时候 它是测试啊 也没有充电标 现在充电标也出来了啊 因为这个电流已经充过了 充过了 正在充电啊 也出来了 这个故障就基本就完美解决了啊 然后测试一下啊 这个可能是个小姐姐吧 啊 触摸也没问题啊 手机没有任何问题 等待全部装机啊 就修复完成了 无双机关注666啊 主板维修 屏幕维修 各种依然杂账 全部维修 读业有 我带电话号码 微信 可以加一下 就拍到这里 感谢观看